印尼苏拉维西岛发生规模7.5地震,地震引发海啸,重创当地。 美联社 分享 印尼苏拉维西岛发生强震引发海啸近400人不幸遇难, 欧洲联盟今天表示哀悼并全力协助,并宣布启动哥白尼卫星图像服务, 以协助监测环境变化。 印尼昨天规模7.5强震引发海啸亲戚苏拉维西岛, 导致近400人丧命,正寻求与东协深化经贸关系的欧盟今天发布声明,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格里尼、Federica Morini, 及欧盟人道援助和危机管理专员斯蒂里亚尼迪斯、Christos Stalinis, 一同对遭到这场致命灾害袭击的受害者家属亲友表示哀悼。 印尼苏拉维西岛发生强阵引发海啸近400人不幸遇难, 欧洲联盟29日表示哀悼并全力协助, 并宣布启动哥白尼卫星图像服务, 以协助监测环境变化。 图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格里尼、Federica Morini, 美联社分享。 欧盟表示将全力协助印尼政府及人民, 宣布启动哥白尼卫星紧急图像服务, 以协助印尼政府监测环境变化, 令欧盟也准备动员更多援助。 哥白尼卫星主要负责欧盟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, 除确保欧洲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例外, 当发生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等紧急状况时, 可提供及时图像协助。